这只小猫在屋顶的房檐下 意外发现了一窝刚出生的幼鸟蛋 好奇的它本以为是自己眼花 误认为这两颗蛋蛋是母鸡早产生下来的 它居然改不了玩耍的天性伸出爪子玩弄了起来 究竟这两颗即将要孵化的幼鸟蛋 能否得到这只小猫的手下留情呢 没想到小猫这事突然用身体压了上去 等到它下来之后 发现其中一颗蛋蛋被自己踩了个窟窿 它竟然吓得灰溜溜地逃跑了 鸟妈妈飞回来后发现孩子已经无法孵化 它只能忍痛带走了这个孩子 而剩下的这只幼鸟蛋 鸟妈妈依然每天前来孵化它 只是不知道它能否顺利地把孩子孵化出来 因为之前的那只小猫太淘气 它可能随时还会再来伤害这颗蛋蛋 这点朋友们大可放心 因为房主发现这只鸟妈妈在此住潮后 已经专门安装了监控设备 自从那天看到小猫伤害蛋蛋之后 房主已经撤掉了小猫爬上来的梯子 没想到这颗幼鸟蛋在妈妈的照顾下 今天终于破壳而出了 看着自己努力孵化出的孩子 鸟妈妈也是非常的欣慰 随即出门给孩子补回来一只小昆虫 没想到小幼鸟刚出生就知道张开嘴巴要吃的 并且吃饱后倒头就睡 然而鸟妈妈却肩负起了养大孩子的重任 每天起早贪黑地出门给孩子寻找食物 生怕自己的孩子会饿倒 看着鸟妈妈一次次飞回来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伟大的母爱 这不仅体现在动物身上 我们自己的妈妈付出的母爱更是伟大而又艰辛 所以能体会到妈妈不义的朋友们 请在评论区打赏母爱最伟大 转眼间小幼鸟在妈妈长期的照顾下 不仅身体明显强壮了很多 就连长相也越来越像妈妈了 看她此刻张大嘴巴要食物的模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被饿了好多天似的 只是此刻我一直有个疑惑 这个长相一身黑的鸟类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记得评论区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随着一天天过去 小幼鸟已经宽怠不住性责了 每天都会在巢穴的四周等待妈妈回来 因为她也想尽快地长大 就可以和妈妈一起展翅高翔 而今天小幼鸟终于如愿地长大 并且她已经肩负起了照顾妈妈的众人 永远地保护在妈妈身旁 多了 小幼鸟 水 水 水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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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